光复乡大同村今年在全国100个争取新社部落文件站当中脱颖而出 不仅成为光复乡第11个站 也逐渐平衡东西区文件站的建制术 因此周五大同文件站正式开站了 部落老大人们都很欢喜 不等文件站牌做好 光复乡大同文件站周五没有接牌 一事就直接开展共学 赵福源亲切的为长者们消毒防疫 量测体温与血压 期待已久的部落老大人们各个也开心到站 东西两地平衡 台北人五家 我们现在三家 还没有达到这个预定的5比5的标准 但是我们也还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措施 这个人很孤单来这边比较快乐 这是同学是不是 对 圆明会至今在全台设立400多个部落文件站 尤其今年新社站的平和更加严格 而光复乡大同村能够从全国100多个新社站中脱颖而出 协会部落都相当珍惜 没有盛大华丽的开展揭牌仪式 只有实打实的共参共学 今天为第一天的开展日 很感谢我们部落的长者热烈的参与 在我们的鱼肉运作上我们会带动我们的长者的身体的照顾 还有他们的访试的行为会了解他家庭 居住环境 跟他本身的那个生活的生活的状况 就是我们会关心的地方 我们也有安排以后安保腹败课程 我要跟他们接触我们的小的时候的重玩的 列列式的那个游戏 让老人家那个很轻松很愉快的 接受我们的造文件站的那种温馨的那个照顾 光复乡大同文件站目前有25位长者 两位造福员及除工艺名之外 还有热心的志工来帮忙 而全力协助各社区部落 增设文件站的乡长零清水 公贺乡内第11个的大同文件站顺利开展 让部落的老大人们 在站内共好共老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